一碗凉皮 记不记得 看的就是这个红油 辣椒油 首先颜色要正 挂在根根皮子上 红艳艳的 其次 入口香的饱满 有回味 干货却拿走 可得就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看看 凉皮辣椒油 怎么才能做到这两件 首先 以颜色正红艳艳的秘诀 就在这个辣椒上 必须选用我们陕西当季的这个青椒 特点是 以颜色红亮 香味足 微辣 青椒 备香后 碾毛成这种细粉状 只有够细了 它的出色效果才好 其次呢 要香 除了辣椒本身的香 我们还要辅助香料粉这个香 两个人结合起来 以颜色正 香味饱满 都有辣 香料粉的比例呢 各家略有不同 都有特色 都是反复实践 沉淀下来的 今天我们用到的比例打在屏幕上了 方便大家学习 接下来看一看 辣椒用用到的油 菜籽油 猪油 菜籽油呢 相对其他植物油 粘稠度高 而且有特殊的香味 搭配点猪油呢 不能可以提香 而且辅助这个油呢 粘稠度更高 能挂在皮子上 但是猪油不能太多了 不然做成辣椒油就凝固了 我们按9比1就可以 主料调了这些 搭配点芝麻 提香 搭配点葱姜 去油腥 配料要精准 到位了 接下来就看火候 火候也是出香 出色的关键 菜籽油 一定要烧熟 去除生油味 然后再关火 等油温降到200度左右 你看油面微微冒小烟的时候 保持关火状态 我们下入葱姜 先给油去油腥 这时候的油温呢 已经拉到170度左右了 再下入猪油 猪油不敢高温下 不然容易炸糊发苦 这个时候呢 开个小火 把葱姜充分利用 炸干 炸香 炸到干黄后 把火再关掉 捞了炸 这个时候的油温呢 基本上在190度左右 赶紧下芝麻 把芝麻撒开 这个油温 下芝麻后 你看它会自然的飘起 然后香料粉紧跟着镜 也撒开 推一推 让它充分的收热 出香 火候不等人 改进150-150度 下辣椒粉 接着撒开 让它充分的收热 充分的出香 出色 紧跟着醋 送着锅边淋 30克 拉一拉油温 把辣椒的香味和颜色再积发一下 白酒10克 锅中间 提一下串香味 最后还有个小技巧 撒入5克冰糖粉末 搅一搅 搅拥后 出锅 最后加这个冰糖呢 压压造味 使这个辣椒油更柔香 出锅后 满满一碗加个蒙 蒙呢 就是再利用油的鱼翁 让这个辣椒油充分的出色 出香 蒙一碗上 效果是最好 你看 蒙好的辣椒油 颜色红亮 特别重整 轻轻一动 香味不比 舀一勺 看一看这个粘稠度和挂勺杆 这样的红油才能裹满皮子 挂在皮子上吃一口 满口是香 调一碗皮子 看看效果 料水一勺 蒜水一勺 皮子 攒红油 裹满红油 装碗 这样 一碗油扔的凉皮制作完成 搅一搅 红正的红量 饱满的香味都出来了 挑起来 蘸满红油 挂满香味 这才是我们陕西记忆到的凉皮 做这个凉皮辣椒油 重点就在火候掌控的油温 高了容易糊 进来不出色 不出香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在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更多专业的小吃开店技术 持续关注我们 咱们现在可以见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推出一个全新的会员专享视频业务 叫做品诺餐创永克堂 在这里您将学到更为专业的详尽的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享视频全都是以开店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清晰准确 包含设备采购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培训了上万名学员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家常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专业更系统的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专享视频 每周更新一期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